不是有怪兽而是有怪鱼吗 颇受民众欢迎的墾丁小湾呢 现在发生有两名游客 遭到不明生物咬伤的事件 由于这个伤口看起来不像是水母咬的 游客还一度怀疑说 这个小湾出现怪鱼了 但是专家研判 这应该是一种叫做裸胸唇的鱼类所咬伤的 到墾丁小湾玩水玩得正高兴 手脚却突然被咬了好几下 伤口肿胀送医 被咬的游客说 当时他的右脚好像踩到了不明生物 这个生物翻身之后就横咬他的脚背 咬到或者被刺到不知道 他本身也不了解那些有什么东西 是鱼类的还是水母 或者其他动物不清楚 医生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咬到 但看伤口研判 凶手应该不是水母 难道肯定有怪鱼出没吗 专家说别自己吓自己了 咬人的应该是这种叫裸胸唇的鱼 这些环境会比较接近在珊瑚礁洞里面 而且整个小湾的地形地是 那中间的话是沙滩 但两边它会是珊瑚礁 虽然不确定 但应该就是裸胸唇惹的祸啦 专家也呼吁 无论是被哪种生物攻击 老话一句 到海边吸水 千万要小心 是